针对美国国务院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政策情况的链接 对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政策进行歪曲抹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近年来美方出于政治动机频频公开歪曲抹黑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政策 对中美企业和学术机构人员进行道德绑架 政治施压 甚至威胁制裁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汪文斌表示 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 美国的军民融合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前 近年更是加快步伐 全方为多领域实施军民融合 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属于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美方的真实目的是为推动对华的高级基础封锁制造借口 其由其根本是美方固守冷战思维 企图遏止中国发展的又一产物 其结果是违背国际合作精神和当今时代潮流 必将损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汪文斌表示 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政策旨在有效整合军地资源 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 将更多的科技成果汇集于民 这一政策光明正大 无可指责 中国的科技发展依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心情劳动和创造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对中方的蓄意挑衅和恶意的攻击 重返互利共赢的正确轨道 感谢观看